1 2 3 C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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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集的節目中 康熙邀來了六位藝人聊彼此的在校生活 男校女校近幾多 明星們聊起當年 個個更是絡意不絕 自爆瘋狂的行徑 我是給你一次看 這個一個蘿蔔一個坑 這個座位 空了 空了 就是有同學沒來 後來研發出如果要翹課的話 你連課 你除了人不見之外 你連課桌椅都不見 那個時候的手電筒跟空眼鏡都是偽鏡 那旁邊就是那種住宅室 同學拿手電筒 就照人家的眼鏡 然後會在陽台曬的那些什麼 你們可以移圖吧 除了令人傻眼的報效事情 藝人的學生照片也是髒髒情人啊 嗯 那照片中 這照片好像流氓嗎 還是髒心一樣 所以你們要還是看國伴 對 好 後面 啊 給你穿回去了 不要放那麼大 依珍 你很像背後臉 真的很像背後臉 這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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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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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接下來 現場的明星們 又會說出哪些 令人噴飯的校園生活呢 我們店中玩得比較保守 我們是大加拉車 好全部喔 我們大 你為什麼不跟他嬰兒學步車 還有五皮馬在 我跟你講 我們到了高山的時候 因為讀書太苦妹嘛 所以我們就會在操場玩腳踏車 而且是兩部腳踏車三個人 所以有一個人是 站在兩個腳踏車中間 這樣一起 就像牛仔在兩輛馬車中間 而且像牛仔 而且我們在上面玩很多花招 還有這樣 最後還這樣騎腳踏車 這樣子走 我們在那邊玩啊 就是 這樣又不會有危險 而且不會那個 對 對 李唐華特技盤 所以我們那時候 我們那時候 組了一個 就是我們幾個同學 講真的講假的 我每天就是讀完書 很悶就去騎腳踏車 等一下 你又是吉他士了 然後又練腳踏車 對啊 而且我 我跟你講我在建中做過 不少瘋狂事 我還是撐竿跳的亞軍 你怎麼跨 撈過去了 來 照片發一跳吧 對啊 我知道 撐竿跳亞軍 這個誰看的時候還是你 很會唸 我跟你們講一下 撐竿跳是這樣 撐竿跳是一個竿子 對不對 對 一個竿子 坐過去一般挺腰 然後轉過來 放手對不對 對 對 那時候我們學校那個 校慶那個運動會嘛 然後我是班長 我就到各地去巡視 然後看到撐竿跳的項目的時候 他就在念我們班的名字 高一二十六班某某某 結果我們那個同學臨時去場 因為沒有人跳過撐竿跳 他就說班長你幫我跳 對 我那時候還穿個外套還穿皮鞋 你還穿著校服 我穿著校服 有沒有看過撐竿跳 還穿長褲跳的 對啊沒有看過啊 穿皮鞋嗎 那時候我就跟裁判就說 那我來跳 那我就拿著竿子 他就拿給我一根竿子 塞一根竿子 是家裡的竹竿 你們小時候有沒有 曬衣竹竿 一模一樣的竹竿 然後我說 裁判這個竹竿是曬衣服的 有沒有碳纖維的 裁判說 國家比賽才有碳纖維的 然後我就第一跳 他說 開始 我根本不知道撐竿跳怎麼跳 我就拿著竹竿 一直往前衝 就衝到榻榻米店 那個裁判說 這位同學 你知道撐竿跳 是要跳過竿子嗎 不是要衝鋒 我說竿子在哪裡 很高 兩公尺 兩公尺 結果你過了嗎 那第二跳就來了 第二跳我就這樣 拿著竿子 他說前面有個洞 你要記得竿子 洞它進去支撐 那時候我根本不會跳 我就這樣一中 然後我就抱住竿子 因為很害怕 我就衝 就成功了 我就在上面停了五秒鐘 然後全校的同學都圍過來 外門拍得到 他們就說 往這邊倒 這邊 因為往這邊倒 我就過關了 然後我就在那邊說 哪一邊 好笑喔 最後我的支撐力不足 我就 不得已踩過去 連續照片 對 這是第三張跳 然後最後我跳過去了 我就這樣跳過去 我媽看到這張照片說 我跟各位講喔 我在高中第一次跳撐竿跳 我從來沒有跳過撐竿跳 第一次跳過 然後我就信心來了 然後我就去報三級跳 跳遠 就從此變成運動高手 沒有我就學校都不敢跳的 標槍練球 三級跳我都去報名 因為我覺得我有信心 他都有名次嗎 沒有我三級跳亞軍 各位你知道三級跳是這樣 三級跳是這樣 踏板 這樣 然後他有個沙坑嘛 對… 然後我第一次跳我就踩踏板 然後我就一跳 我覺得跳好遠 我就自己覺得很了不起 對… 裁判說 這位同學三級跳 要跳到沙坑裡面才算分 OK 沙坑有九公尺 就是踏板到沙坑有九公尺 所以起碼要跳過九公尺 對…世界紀錄是十七公尺 哇… 結果你後來… 所以我就… 第二次跳我就跳進沙坑 然後我就得到亞軍 因為全校只有兩個人參加 好亂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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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故事是在… 好亂喔 你的故事是在講 時代很艱困 還是在講 很有體育天憤 就是沒有人敢參加這個項目 而且講到他們學校 沒有人有體育天憤 他能人所不能 但是我的意思說 年輕的時候就是狂撅嘛 就是什麼事都不怕 好 所以吉他社然後運動高手 啦啦隊熱舞社加什麼社 熱舞社還有釣魚社 有釣魚嗎 有有有有 我們有 那個時候有同學很愛西釣 就是你拿一根很爛的竹竿 然後去西邊釣西哥 他這樣也可以成立一個社團 然後我還有參加過 叫世界各國旗制研究社 什麼東西 世界各國旗 研究大家的國旗嗎 對… 那時候我覺得很好玩 怎麼… 我同學會想要辦一個這樣的社團 因為只要跟學校申請 可能好像跟申福組申請 然後他要核准 你就有一個這樣子的社團 生活輔導組 對… 聽得好熟悉喔 很懷念 很懷念 就不用申請 就是有一些男子組成什麼法妹社啊 真的嗎 有這種事嗎 你現在已經不能參加了 你現在自願去當 把妹社的指導老師 人家可能會收 把妹社做指導老師啊 好所以 旗幟研究社 旗幟研究社 對 OK 那童一貞呢 我參加過舞蹈社跟吉他社 喔吉他社 可是我們舞蹈社就很遜 因為禁修真的很保守 我們就跳民族舞啊 芭蕾舞啊 國標舞 就是優雅 對所以就不能聯誼啊 那就一定要參加吉他社 那吉他社有男老師去教嗎 對 而且男老師都是很帥的 都在牧川 然後那些演唱的 真的 然後我的好朋友 他是吉他社的社長 我們就可以去聽建中啊 其他學校的學生 男同學 表演這樣 黃國登不是也在你們吉他社 教吉他嗎 怎麼會教吉他 什麼意思啊 他鼻子會動耶 蛤 好什麼 你以為我們是霹靂火 還給你五秒鐘的特寫才要講 你剛剛沒有演什麼特寫 不需要教學 有一天我們參加社團 我說我那時候還沒有選社團 我就經過一個教室 看到裡面有人在彈吉他 我說你們是哪個社 他說吉他社 我說你們要幹嘛 他說我下個禮拜要選社長 我說選社長 什麼樣的人可以選社長 他說要交250塊 我就拿出250塊給他 我說我要選社長 可是我完全不會彈吉他 真的 我那時候完全不會彈吉他 那你為什麼要當吉他社社 沒有 我就不知道 我就突然想當吉他社社長 你這個突然 就是我突然想去跳 撐竿跳是一樣的 他需要一個定位啦 然後呢 我就回家 我哥哥附中了 我說哥 教我彈吉他 對 我就開始跟我哥學一個禮拜 我每天彈六個小時 彈到都不睡覺 每天彈 然後彈一首歌叫做 And now the end is near And so my face The final curtain 真的 不是 賣 可惡嗎 多標準T恤 太恐怖了 現在找一張是一個騙子嗎 先畫 你可以出書嗎 先畫寶盒有沒有 然後唱法蘭克星那裡去的歌 多標耶 哇塞 好恐怖 那我覺得我們要做過去 真的是私詢 其實是講高中生 我不是講是要去大學的事情 其實我根本 不想跟你們一起做 我把它講完好不好 然後我就練了一個禮拜 但是 投票當天要選舉 我其實心虛嘛 因為我彈得不好 只有一禮拜 我就找了我們班15個人去投票 我就當選了 可以找外地的社外人去投票 我作弊了 真的 我去作弊 那當上社長有什麼好處 我當上社長以後才知道 當社長是要會彈吉他的 吉他社是大社 對 吉他社那時候我們 我們只有30個人 而且已經凋零剩下25個 然後我就打廣告說 一個月包會吉他 不會退錢 然後突然我們社 就從30個人變成250 所以好多人來 然後我們本來請了一個很帥的老師來教 但是我也一方面苦練吉他 最後我覺得我已經練會 我就請他不要再來 我自己教 所以你是一彈吉他 就發現你很會彈 沒有 我就苦練 然後覺得有一點小天分 我就 那教人家彈吉他有收費嗎 有啊 當然250塊啊 所以我是見宗 收費都到社長身上去啦 我是見宗最有錢的社長 不完全是啦 不完全是啦 沒有 你是為了推廣音樂 老闆 還幫你一五公斤 不是啦 真的無願望啊 我當吉他社社長是為了 因為愛吉他 現在是在訪問獨銷 什麼美濟一本的 說實在 人家起家的獨銷 我是自修自學 我也要教我的學弟 我同學怎麼樣自修自學 OK 那之前參加過的社團是 我以前參加過漫畫社 因為那時候只要老師在上課 我就在底下畫漫畫 欸 漫畫 不一定 就是有時候課本會畫一些 比方說 這是一本課本對不對 然後我會畫一個S S W 然後Y 然後Y那邊會再多畫漫畫 然後就 這是什麼啊 真的很色情耶 那還好啊 然後這邊 我的課本這邊就會有一個 身體對不對 然後就放在 卡恩哥的這個 頭上這樣 然後卡恩哥走到哪邊 我們就會這樣 嗯 嗯 我們就把喜歡的老師的頭 鑲在裸體上面 對 可是那時候就很無聊啊 因為 都是男生一邊 然後女生一邊 那頂多就是這樣 看一下 如果照你們這麼色情的話 你們一定猛看那個色情片 會啊 可是你那個 你念高中的時候 還沒有網路吧 沒有就是那種 VHS的 VHS的錄影帶 錄影帶 去哪裡弄呢 同學家 什麼時候看的 國中嗎 就是 就是禮拜六下 下課之後就會去看啊 就幾個同學約好一起看 對 然後第一次看就好緊張喔 好緊張 然後他要放進去的時候 然後 又把書包放在這邊 因為怕 不小心 待會有什麼狀況會出現 那結尾出現狀況 然後放進去之後 我們還要看是哪一個點 你知道嗎 因為有時候 可能是前一天他爸爸有看過 然後 進行到哪一個 那時候 time call也不會看 他不是都會用時間嗎 那一種 因為我們不會看那一種 開time call 開time call 我們就燒 啊 你也閒著帶打 你會有time call 然後 不會看啊 那個不曉得那就知道time call 因為T是哪知道 那個時候 然後就會看 開始看看 但是看一半的時候 就想 我們剛剛是從哪邊 開始看的 已經沒有人 回到爸爸那邊去對不對 對 這怎麼回到 剛剛爸爸那邊去啊 因為不曉得 待會兒爸爸 如果把那個袋子放進去的時候 發現有 有人動過對不對 對 可是我們就開始 爸爸應該也不會記那麼輕輕 就大概 三四個同學 三四個同學就是想說 剛剛那第一個畫面是什麼 但是四個人同時都沒記起來 真的 記不起來 因為動作都差不多 差不多 也差不多 然後那一卷袋子就是那兩個 就是一男一女嘛 所以我們後來我們就放棄了 大概就是 比方說三分之一的時候 我們就是 就把他推出來 然後開始看 看歐美的那一種 看歐美就把我們嚇壞了 那時候 真的 真的 不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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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成功高中也是周六下課去看嗎 沒有耶 我們那個時候 不流行那個 以前正高中他們在做的事情 喔 少來不可能 沒有 我們是 因為我們在西區嘛 我們離西門町很近 對 那個時候我們放學都是去那邊玩 然後那個時候玩最兇的是 冰宮 對 真的假的 冰宮 而且那時候我們溜的 不是直排滑輪 是四個輪子 四個輪子 然後前面 大家都溜過冰宮嗎 對 因為那時候超紅的 我們那時候一下去 一下山掉去 如果是四個輪子 那時候萬年冰宮 那就不是冰喔 不是 它是就是很 就是平滑的地方 對 對 他就叫做冰宮 對 他叫冰宮 他叫萬年冰宮 你知道我知道對不對 對 所以六樓 時代有點差距 我是民國初年 那個年代 你冰宮都很流行 你那時候是草鞋加什麼 你叫草上飛 你知道嗎 老師很憲 沒有冰叫做冰宮 還是叫冰宮 還是叫冰宮 就是溜冰的一個地方 那這個是西門町重要的 高中生的休閒活動 還有舞廳 而且那時候舞廳都是 跳下午場的 還有分香檳場 什麼什麼場 真的假的 高中生可以去跳下午場 有 那你都怎麼結伴同學 進去跳嗎 那如果說 如果說週末的話 都是例如說我們約在 下午一點就進場 然後就排隊進去跳 跳到五點 那都認識 在現場認識陌生人跳嗎 還是怎樣 我們會一些女孩子去啊 然後去可能就我們這邊看啊看啊 這一票男生還蠻帥的啊 然後我們就互相看 我們這一票人看那一票人 然後那一票人就會過來 例如說我們溜冰啊 我們就會假裝不會 其實也真的不太會啦 然後就會有男生過來 我教你們跳啊 然後那時候帶溜冰 很多男生都很喜歡 倒著溜這樣 因為女生不會往前溜 會教女生的 如果你想要跟她面對面的話 你一定要會倒溜 所以男生都要倒溜 你才會拉著女生這樣子 所以以當時你的眼光 如果是那個江郎區的高山峰來 冰宮 你會願意讓她帶著溜冰 我那時候都是這樣跟約女生的 會啊 因為那時候流行這樣子 我是這樣子 這樣怎麼約 蛤 沒有啦 可是那時候我覺得 我們高中的女孩子啊 都很喜歡跟大學生約會 其實我覺得 我們那個年代沒有網路嘛 對 但那時候還是BETA你知道嗎 BETA VHS同時並存的年代 大大跟小大 大大跟小大 我們真的是沒有看過那些 其實但是一樣私春嘛 一樣小女生 你要教你的A片了吧 沒有 我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在那個年代 我在國中的時候 應該是看春宮 沒有 我沒有春宮 反過來 好大一本 木板做 明模花花唱談校園生活 產遭眾人的吐槽 我們高中是男女合宵 但還是女生班 所以我們學校就有很多很多的男生 可是我沒有 一開始我沒有辦法適應那個環境 我是會看我自己男生 直到現在我覺得我跟男生相處 我也會覺得怪怪的 畢蕾 真的嗎 是男生感到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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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要教你的A片了吧 現在是有點怪怪 我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在那個年代 我在國中的時候 你應該是看春宮 沒有我沒有 反過來 好大一本 不滿座 你都對不起 這東西 上秋千 好 請說 所以大袋跟小袋 然後我們Beta袋 那時候沒有資源 沒有information 自己寫 寫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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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國中三年級的時候 因為青春期的 幻想 對女生的好奇 我就開始自己寫小說 我寫的是R級的 因為我從來沒有看過A片 其實我到了高中畢業才第一次 R級是到什麼程度 R級就是因為也不知道 男女是做什麼所以我只能寫到 我所了解的東西 結果我就開始寫我寫了一本 我就每天寫一點然後我就帶在書包 有一天我忽然發覺 我那一本不見我好慌 因為那是我的秘密嘛 然後我們班的同學走過來就說 黃國人 就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過來都跟我拍肩膀說 你真的有辦法 因為我寫的是我跟一個台大女生的戀情 我那時候在國中嘛 但是我覺得說有個女生長得非常像 瓊瑤小說非常有才華 然後非常漂亮然後我就寫跟她的戀情 然後全班有一天 就在傳閱我的東西 最後我爸爸看了 怎麼傳到你爸手上 因為我帶回家有一天被我爸 我爸真的有一天很認真的 跟我語重心長就說 國人 她想要去告她 介紹我認識 她也有預計是不是 我說爸 那是假的 我爸說 我已經那麼老了 我知道這是真的 這完全是真的 這不可能是假的 然後她說 我可以體戀你 你還小 但是爸爸跟他談一談 我喜歡她 因為她想 她想勸那個女的不要再跟我在一起 可是那個女的是假的 根本沒有這個女的嘛 最後我說服我爸一個月 我跟他講沒有 我爸真的不相信 最後我來跟他講 那是我的幻想日記 文軒今天有高中照片嗎 沒有 我就都丟了 因為我高中不喜歡照相 為什麼 我就覺得說 這是美女嗎 沒有 我那時候照片覺得 蛤蛤好慫啊 在那邊拍照片 我那時候覺得很土啦 就覺得 拍照這件事不酷就對了 對 我覺得不酷這樣子 那花花有照片嗎 我有 我有國中的 妳國中長什麼樣子 應該跟現在差不多吧 而且娃娃臉那個 看起來還像國中生 在哪裡 左邊那個嗎 右邊那一個吧 右邊那一個 我覺得是爆人的 左邊那個比較可愛 左邊那個 我知道是拍照的那個是妳的 我不想要跟你討論 我不想要跟你討論 妳沒有入鏡嘛對不對 對 我沒有 是被爆的那位嗎 我被爆 就左邊那個嘛 不會有一個中指嗎 對啊 那是石子嗎 中指 看到這照片好有懷念 哪一個是下面 上面那個 妳以前好像比較陽光欸 可是她現在很陰沉 不是 她後來變得很 她後來變得很妖昧的感覺 我現在沒有 有 走的路線比較好 有點像大S的感覺 有有有有 很清秀啊 所以 從幾歲開始會被男生 很感興趣 國中 就開始囉 嗯 哇喔 那可以就是 在學校裡可以 就表示說 有人在跟你交往嗎 可是問題 我沒有跟任何人交往 因為那時候真的很 很不懂 然後 覺得男生好像不是地球人的感覺 現在很懂 現在也沒有很懂啊 現在 因為那個時候 反正我覺得那三年 其實我不贊成男女 就是分開讀 讀書 就是男女分校我不贊成 因為我覺得 反而會更好奇 太陌生 不是 我會覺得很陌生 就像我後來讀高中 然後高中是男女和宵 但還是女生班 所以我們學校就有很多很多的男生 可是我沒有 一開始我沒有辦法適應那個環境 我會覺得很害怕 嗯 對 其實有時候把那個神秘感打破 就不會那麼好奇 而且我覺得 可是我也不是好奇耶 我是 我是會恐懼男生 直到現在 我覺得我跟男生相處 我也會覺得怪怪的 屁蕾 真的 你來康熙 講了多少你談戀愛的故事 你什麼時候會覺得恐懼 可是都失敗啊 就你把男人玩弄在手掌心 你 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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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男生感到恐懼 不是 你們都不了解我內心深處是什麼樣子 是什麼樣子 男生都不想了解 真的啦 我覺得那三年摧毀了我的青春 就是害你 害你不懂得怎麼談戀愛是不是 對 對 那童一貞說了一件怪事 是說你離開學校後 你有很多女生同學 出櫃變成女同志嗎 女校很容易耶 女校很容易 可是有一種說法是說 離開女校後 他們就不再是同志 我覺得有一些是青春的那種過渡時期 可是有一些真的是 我覺得是就是啊 然後他們上大學之後 到現在都還是很開心在一起 我覺得是那個從女校出來的比例 會比別的學校多 因為我們那時候住校啊 我是住校的學校 那我們就是學姐學妹智嘛 對 那我們就是常常要分配跟 分派跟學姐住一間 那就上下鋪 然後有時候我學校說晚上 我那時候新生剛進去 晚上就會被學姐騷擾 她就會跑來床邊這樣摸摸這樣 而且也是睡上鋪 她手要伸上來這樣 我跟你講那時候很害怕 但是不敢拒絕 就是頭髮很短的 帥嗎 就很像男生 比較像男生型的 然後撞撞的這樣子 可是 可是你也不可以拒絕她 為什麼 拒絕她你馬上 你以後學校難過了 就不好 有些女孩子到後來會很極端 我有個同學她唸別的女校 然後那個同學都是會幫她蓋背啊 然後會送便當給她吃 可是我同學就 那個朋友越來越害怕 後來有一天她發現 對她很好那個女同學啊 手上就一直有紗布 那很多人都去問她 到底怎麼了怎麼了 打開之後 不是自殺 她在手掌 她刻了我那個朋友的名字 哎唷 對 所以你說你後來 發現很多 你認識的同學 他們就決定 他們要做女同志就對了 是不是 我不知道 因為突然有一天 他們走得很近啊 後來就知道他們在一起 可是也沒什麼不好啊 當然啊 對啊 但我很好奇 為什麼他們都不會喜歡上我 因為就是你沒有那種特質 真的嗎 對 一定 一定有些會喜歡去照顧 那種比較小一點點 較小的人 對 妳要選好路線 就是妳要被照顧 還是妳要照顧人 像妳這樣應該是去照顧人 妳要照顧人 背後靈就對了 可以保護人家 所以當時的 你們說休閒活動有溜冰 有跳舞 然後 還有一個看NTV 對 可是看NTV是 給就是 就是 有消費能力 例如說大學生 那如果像我們高中生 沒有那個錢去看NTV的 就是大部分去溜冰啊 那除非是你跟大學生約會 他才會帶你去比較高級的 就是看NTV這樣子 可是看NTV裡面 就是孤男館女 通常都會有些欺負的工作 妳怎麼又想到大學生 我都想到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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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會有的啦 看NTV的門 應該不可以上鎖吧 不能上鎖 而且還有窗戶 它會有小小的窗戶 所以妳這樣會被服務生一直 可是裡面是暗的啊 沒有那個窗戶 那個窗戶是後來才發明了 之前 因為之前有太多人在裡面幹嘛 所以後來才有窗戶 對啊 對 因為我以前還在NTV打過公 可是 黃國倫應該沒有經歷過有NTV的時候 有啊 當然那個 那時候 大概是你 大概30幾歲的時候有聽聽過 30幾歲的時候 其實我那時候讀劍中的時候 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 因為那時候 剛剛盧溝橋事變 還跟上海貴女打麻將 整個那個上海的租戒都還是 沒有 沒有 我休閒是 跳準跟跳 沒有 建宗那時候的學生會玩什麼 沒有 建宗我們休閒就是 就彈吉他 但是說實在 我們建宗裡面有很多狂人 就那種 你知道我為什麼會 對其他開始真的那麼 心生畏懼好的練 是有一次我去班聯會 我不是有班聯會鑰匙嗎 沒錯 我有一次去班聯會 打混然後就在那邊睡覺 然後突然有一個學長走進來 身高187公分 他建宗已經讀六年了 因為他想說讀七年就是 建宗醫學院畢業 然後他就拿 他就說 學弟 他整個非常高 然後非常快 留個鬍子 繞腮鬍這樣 然後他拿一把其他彈 因為他讀六年了 教官都怕他 對不對 OK 然後那個 他就說學弟 聽說你是吉他社的社長 我說是 他說你真的想彈吉他嗎 我說報告學長 是 你知道他就站起來 把那一把手上的吉他拿起來 就往牆壁就這樣 把整個吉他全部扎爛 把吉他不是有body嗎 厚度 他把全部扎爛 然後他就把那個 後面的吉他的body 只剩下吉他的前面那個皮 OK 他就把他貼在牆上 他說 學弟 跪下 哇 好誇張喔 摩拜他 歡迎你加入吉他教 神奇幣 對啊 講的是真的故事 我就心裡想說 你在寫小說嗎 不是 是真的 我說學長你瘋了嗎 真的是真的 真的 他就把他貼說 你如果要彈會吉他 你如果不把他當作 宗教信仰一樣摩拜 你不配彈吉他 你知道那天我非常的震撼 你跪了沒 你跪了沒 真的 然後我就開始苦練吉他 唯一吉他教的是 彈員吧 那是學長會彈嗎 那個學長 那個學長真的是 建宗的legend 傳奇人物 他非常厲害 那他後來下落 多年以後我成為音樂人 他的下場不太好 因為他個性很火爆 他常常跟人家打架 OK 非常有才氣 我有一天 看到大家在心裡 有感覺 王國倫聊在校風光事蹟 慘遭大家的批評 我這麼說 有一次跟同學打架 他先打我 結果我會知道 理由是 他是壞學生啊 所以我們就會做一種 你以為小孩子不在 你可以好過一點 但是其實是你這個人的問題 等一下 我怎麼覺得小孩子不在 更難過了 好可怕 我問你們在學校有碰過 非常 嚴苛的老師嗎 就是 對你們的要求 要求嚴到 很難對付這種 就是心態上非常古怪的 我國中的老師 真是非常的 叉叉叉的演 真的 嚴到就是我們 很多同學看到他會尿褲子 真的 我們前面第一 一到八名是全班最後八名 就第一排 最後八名要坐在最前面 對 因為方便是什麼 老師就 打哪 然後第二名 第二排是 前班前一到八名 然後九到十六 就是我們班是一個總性制度 印度總性制度的階級 最低的方便是誰 最低 然後每次考試是這樣 就是說我明明考 我做第二排 因為我很用功啊 我考九十八分嗎 你不是做第一排嗎 你不是做第一排嗎 不好久 第二排 第二排沒有很好 第一排不是最弱的嗎 第二排是 第二排是最好的 第二排最好 最弱夾最好的 老師考完英文 就是說 六十 九十九 九十五 就是 如果你考 你是考九十八分 對 你做第二排 還要起來被打一下 第二排的標準不同 所以我們 我們那時候國中三年 我們真的是活在那種 階級鬥爭 就是 你知道嗎 到最後我們後面那一群 就是成績比較差的 跟我們前面就是 然後就是意識形態完全不同 那時候我們是非常 效忠國家的 他們就開始看那個 馬克思主義的書 真的 因為那種 長期的那種階級制度 他們會覺得說 他們要找一個東西 來against這樣 那我們老師 非常非常嚴格 然後我們那時候真的是 看到老師都會發抖 好壞喔 後來 後來應該沒有 這麼可怕的老師了吧 你們應該沒有 我遇到 我遇到老師 他的處罰就還蠻變態的 他會捏 就是 他手是這樣子夾住的吧 夾住我們 因為 學生 我們有 像女生會穿胸罩 會內衣什麼的 可能就是一件襯衫 薄薄的 然後他就會 隔著衣服這樣 捏我們的那個 奶頭 很厚喔 真的 好厚喔 他是牛老師還是男老師 男老師 為什麼會有這種怪招啊 對啊 而且他會去 他會挑就是打的部位 比如說我們一般是處罰 我們那時候體罰 還是很正常的時候 就是一般老師是打手心 可是他會挑肉最嫩的地方打 林志賢你有帶照片來嗎 有一張耶 找了好久是國中的時候 你以前長什麼樣子 欸 好可愛喔 那你原變啊 你就這樣啊 就剃光頭耶 還蠻有趣的耶 你這個樣子 欸 怎麼會啊 欸 你想說比較好看 對 可是之前我不了解是說 你長得這麼可愛 為什麼滿腦子都是想 有色思想 會嗎 這種有色思想都是 這種這樣子 我覺得 你的同伴們都長得很有趣耶 誰 後面的同學 對啊 對啊 就是眼鏡都很拉瘋 圓圓的都會有黃色思想 都還滿有喜感 感覺你們在拍烏龍樂 對啊 好像合唱學校 烏龍樂的學生 真的 圓圓的 師父好 對耶 好心耶 有點像郝紹文對不對 對啊 你應該當童星耶 真的假的 怎麼都沒有當童星 其實很可愛啊 因為南部那時候 一定要往北部發展才有可能 OK 那時候有想過要當童星是不是 欸 我講一個比較好的老師啦 因為老師 不要說把老師都形容那種變態 妖魔化 我在劍中有個老師 溫文如雅 他每次來就是長跑馬逛 戴個眼鏡 非常斯文 我們都非常仰慕他 他 是金句嗎 不要怪我們 要先過門一段 你也太容易被keyboard控制了吧 因為我是音樂人 我聽到音樂我就說不一樣 敏感 音樂敏感 然後他 他教歷史 他每次教歷史 我們都非常愛聽 因為他如數家珍 他講歷史非常細膩 有一天 他講到東北三個軍閥 OK 張作霖 孫傳芳 吳佩甫 然後他講到真的如數家珍 然後我那天就舉手 我就說老師 我可不可以好奇 你為什麼能夠把東北三個軍閥 講得那麼 是 然後他就講了一個很大的祕密 對 他說 我就是孫傳芳的兒子 這假的 我們全場都這樣 啊 騙人 軍閥的兒子 真的 可是你念書的時候 那時候 已經開放 就是可以 不會把那時候的檔外雜誌禁掉了嗎 我念書的時候 那時候美軍剛剛轟炸過台灣 我覺得那個我念書的時候 那時候 國父剛弄新宗會 他們把市長 他們把市長叫做巡撫 高山峰校園生活精彩刺激 天天相打造 很多耶 那時候 那時候 學校放鞭炮 然後 那學校放鞭炮 那學校放鞭炮 曾經很流行 我們還會燒書 後來我們整個學校變得有點像那個 瘋狂 就是有狼煙 然後有炮聲 你會覺得你很像在戰場裡頭 請問 在學校功課 有排進前三名的舉手 你說國中還是高中 高中 國小 沒有 沒有 我高中 我高中跟國中讀的都是放牛班 雖然讀的都是明星學校 國中念人愛國中 那算是明星學校 你那個時候 然後後來又考上成功 可是我讀的 好像成功很強啊 可是我不曉得為什麼 我總覺得 明明中有一種奇怪的分班之路 會把我分到所謂的放牛班 因為外型的關係吧 沒有 然後就是 譬如說 國中的時候上課上一上 爸爸會來把小孩子帶走 帶去幹嘛 就是到工地上班 然後 然後過了幾堂課 又有爸爸來帶小孩子走了 帶小孩子去 老師我小孩今天不要上課 老師問說你要幹嘛 我要今天那個 缺一個機筒要帶走 就是我讀人 就是讀 讀很市中心的學校 還有這樣子的事情 他們的家長很需要小孩幫忙 家裡的生活 對 然後我們那班學生剛好 又都很皮的那一種 然後我們在二樓 我們的教室在二樓 後來我們的教室外面就是 全校就只有我們那個區塊是 有裝上那個護欄 防止我們一時興起 從二樓往一樓跳的 那個時候還有一種東西 叫做百分等級 就是譬如說 這次模擬期中考 考完了之後呢 你的百分等級是30 這代表說 你在100個人裡面 你贏過30個人 OK 那時候有這樣子的分法 那我一個同學就很好玩啊 他說欸 這出問題啊 這電腦印錯了 0欸 然後第二節下課 就被叫到校長室去 校長直接跟他們說 就是那時候我們其實就是 為了貪玩 連那個書都不念到這種地步 在學校有被寄過過的嗎 蛤 警告啊 你是為什麼 我那時候很冤枉欸 就是 校規裡面他不能夠戴 戴手環 耳環 然後項鍊幹嘛 什麼都不行 但是那時候就是 因為我考試考不好啊 所以媽媽就去抱 拜拜什麼文昌君啊 什麼拜拜那種 就會求一個香火給我 對 香火那種 那我就戴著啊 對啊 那要掛啊 對啊 我就掛著啊 那不掛不行啊 放在裡面就好啦 可是他會檢查啊 因為你這邊會紅紅的很明顯 白色的紅線那很明顯 那教官就說不行啊 就寄一個警告 回去跟我媽講 我媽還去跟教官吵架 你只被寄過一個警告 對啊 我那麼乖 你做那麼多下流式 你只被寄過 欸 剛剛沒被抓到 有差一點被抓到一次 就是那時候我們 學校本來是 蛤 因為那時候我社狼 在校園裡面出沒 所以女生 對不起 社狼不要戴上去 不是啦 我是在校的學生 我是在校 會有校外人士 然後去 去女生廁所啊 不然 你沒有人自稱社 我不是啦 真的 然後那時候 就歸進全校 全校的同學都要戴上 你要我是社狼 然後那時候啊 就是後來 就男同學無聊啊 就是我們都是男生班 然後下課的時候 就會去吹哨子 猜拳 五六個猜拳 猜輸的就要去吹哨子 然後呢 然後吹了之後 就會看到 然後教官啊 然後就會跑 在校園跑來跑去 就是想說 是不是有校園 玩弄他們是不是 對 是不是有那個社狼 跑進來 結果是我們男生吹的 就是我們吹的啊 那你們這樣搞幹嘛呢 就好玩啊 所以 然後結果跑完之後 就跑轉腳 一轉腳就看到教官在面前 對 然後教官就說 你剛剛有沒有聽到 那個哨子的聲音 我說有 上那邊 上那邊 看到教官就跑過去了 差一點就被抓到了 那時候 所以教官設計了一個 讓自己很累的系統 對 所以後來男生 如果戴哨子要記警告 女生不戴沒關係 女生一定要戴 男生要不能戴 我被記過一個大鍋在鍋中 真的 沒有 其實 我覺得齁 我今天看來 插在頭上不可以下來 因為大鍋是乾隆皇帝的 你不要再把他再升級 康熙 其實是 沒有 沒有 真的 記了一個大鍋 其實當放牛班的學生有 當放牛班的痛苦也有他的自由 對 可是當好學生 所謂的好學生 就像我們的功課要撐在前面 其實也很痛苦 我在國中的時候 有一次跟同學打架 他先打我啊 結果我被記大鍋 你唸得很好 你各方面都要被要求 其實我們也是很一般人 所以我們就會做一種 你幹什麼啊 你以為小孩子不在 你可以好過一點 但是其實是你這個人的問題 等一下 我怎麼覺得小孩子不在 更難過了 阿咪還在啊 阿咪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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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你這樣怎麼會記什麼 阿咪還在 很多欸 那個時候 最大的一個是什麼 學校放鞭炮 然後 你在學校放什麼鞭炮啊 很流行 你講一下那個被魯克的快速 所以我們曾經很流行 真的嗎 對 就是 不是過年吧 還好我不是說放炸彈 是不是男生會用那一顆一顆那個東西 那個是甩砲 那我們放鞭炮是這樣一大串的 真的是逢年過節在放的 然後大家就藏在自己的書包裡面帶進學校 成功的時候 然後今天就說 誰考第一名 大家就找到一個可以慶祝的藉口 那很好啊 可以慶祝啊 但是學校基本上是不准放鞭炮 而且我們在那個禁區裡頭 OK 你們很靠近博外特區 我們很靠近博外特區 所以你不能有奇怪的聲響或是火光 但是後來我們就是 東邊放鞭炮教官抓西邊就開始放 如果北宜女放鞭炮不得了 憲兵都... 對啊 會造成大騷動 那但是我們就是 其實我們譬如說剛剛林志賢他們是用 哨子來捉弄教官 我們是用鞭炮 因為鞭炮還可以 可是你放鞭炮你一定會被抬到 因為你要拿著在那邊 沒有沒有 點了我就跑啊 就丟了就跑啊 而且有時候是同學說 這裡這裡這裡 然後永遠就看到教官跑... 但是他跑沒兩步後面又開始轉邊跑 所以整個需要就... 而且那時候接近畢業季節 我們還會燒書 哇... 就是已經... 畢業生已經用不到書了 我們就開始燒書 結果... 後來我們整個學校變得有點像那個... 烽火台啊 就是有狼煙然後有炮聲 你會覺得你很像在戰場裡頭 聽你講我覺得成功一點都不呆 成功...成功燒嗎 就在燃燒 燒... 聽起來那個學校還蠻熱的 而且我們還因為丟水球會被寄過 拿塑膠袋那種... 對 我們那個時候是... 一開始是用氣球 小氣球 裝水球 好像打雪戰這樣子 但是後來呢 就是我們已經覺得不過癮了 我們就把大的黑色塑膠袋 然後呢我們... 一節下課十分鐘 我們第一節下課玩不到水球 因為那十分鐘都會花在灌水到裡頭去 然後第二節可以玩了 就四五個人這樣扛...扛... 然後因為我們年級越高... 越高樓層 我們好像那個時候是四樓或三樓 我們就把水袋整個往下砸 而且我們還打賭 就說這一次這麼大一顆炮彈這樣下去 你會砸到幾個人 或是會砸不到人 大家... 好像在賭博這樣子 可是那時候我們已經快要畢業了 我們那個... 那個心情就已經完全脫江野馬 壓不住了 對 就想... 對 想盡各種方法在玩 這畫面... 這畫面很壯觀耶 用黑色垃圾袋裝水 真的 那好大一個 對啊 其實有危險 因為有人脖子被打敗 然後後來他要帶護警來上課 你真是... 所以其實還是... 不應該做的 對啊 現在想會覺得 怎麼會這麼無聊 可是那時候就是... 已經想不到這麼好玩 你要做頑皮的事情 可是不要傷害到別人 對... 贊成 覺得男女應該合肅是不是 我覺得應該要合肅 我覺得不要 在那當下不好 可是後來我發現 就是讀男女合肅的人啊 他們對感情比較不專業 應該講你一次 不是 我就是... 沒有 我一直讀男校 那後來我發現了 其實我們... 就是... 這一首是小甜甜的主題曲 真的耶 好久不見這首歌 為什麼會有這首歌呢 不是 是... 哦... 了解了解了 為什麼 被你抓到我的痛腳了 沒有 就是... 我覺得我讀男校 那我真的... 呃... 跟女孩子也不會接觸 但是我們男生... 所有男生讀... 男校的男生都會覺得說 得來不易就要好好珍惜 是啊 對啊 所以就是在外面遇到的女生 我們其實對於感情都還會比較死心眼 就是會比較認真 那像如果說男女合肅的話 他們就說 我今天不要跟你在一起 結果明天又跟班上另外一個女生 OK 對... 所以你贊成分開 對啊 黃國文覺得... 黃國文覺得應該男女合肅 結果贊成分開耶 分開 因為我覺得 國中三年 高中三年是... 任何人對你來講成長的黃金年代 對... 我覺得... 交男女朋友是大學以後的事 我現在還是這個分別 但是有個缺點就是 呃... 這樣的男校的出來的人 比較不懂女生啊 對 比較不是那麼Gentlemen 不知道應對精神 那文軒你覺得應該合肅 我覺得應該合肅 因為你可以很早期的讓女生小孩子就看到 男生的缺點 譬如說吐口水啊 你拿那個望遠鏡啊什麼 你很早就看到 然後你就幻想就會破滅 看清這種 對 看清就破滅了 對啊 就變得比較會辨認 對 就可以看到 這些色藍或是什麼 哪些是... 那就是特例好不好 你不要亂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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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今天是... 我覺得還是要分開比較好 就是可以分開唸書 但不要排斥說跟男... 可以聯誼 對... 因為其實像我國中唸的是男女合校 然後我所有的壞習慣都是在國中選 高丹鋒講的這些啊 什麼丟氣球啊 翹課啊 搬椅子啊 我在國中都做過 我後來會去念進修 就是因為媽媽覺得說 你應該要去給... 原來進修 原來進修是管訓班就對了 對... 對啊 所以你比高丹鋒的進度早多了 所以我覺得這樣反而不好 就是你都會學壞很多事情 對 那這一題不用問林志賢 林志賢應該一個人念一件事 好 謝謝大家 下課囉 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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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課